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实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 进口中国技术产品加征25%的关税 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九分加剧 川普总统星期五兑现他的承诺 打击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 对含产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 美国挑起了贸易战 我们将立即推出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 上方较早前初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会同时失效 中国亦都确定一份对总值500亿美元的 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清单 其中包括了可能伤害美国农暴地区川普总统的 选文基本盘的农业产品 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一份 将加征关税的1,1802个中国产品的清单 清单不包括美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的手机和电视机 雙方达数目 雙方达数目 稳的602个 Odd调 雙方达数目 zamな板 缓山 雙方达数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